Coco Chanel说过,不用香水的女人是没有未来的,卖了这么多口红的你,是不是也对香水仅有独钟,却所知甚少呢? 俗话说,闻香水女人,同样的香水,喷在不同人的身上,随着体温,汗液分里的改变也会呈现不同的味道,仿佛你身上的标签,那今天我们就看看关于香水的冷知识。 香水小历史香水最早是用来祭拜神灵的,它代表的是神圣不可侵犯,所以普通人是不能使用的,香水能因能单词而非用起源于拉丁语和方门意思。 是透过烟雾,即使是现在,则香还是在很多宗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通常情况下,我们都觉得香水是法国人的专利,但事实上,最早把香水用于个人想了的是埃及人。 埃及人拔名的咖啡神香是人类最早有记载的香水,是由祭司和法老专门制成的,而到了15世纪,在意大利香水才被人们广泛使用, 并开始使用了浓烈的动物香料,这种风尚也就很快流传到法国和英国。 一直爱好服装和化妆品的法国人自然不会放过香水,香水继续而成为了上游民院手中不可少的时尚用品。 19世纪下半夜期,香水制造技术就比较成熟了,人工合成香料也在法国诞生,香水工业快速发展,图二也看出,香水在当年的价格就很昂贵了。 说到香水,就不得不提到法国最著名的香水小匠格拉斯·史内尔·布莱德大部分香水都起源于此,然而格拉斯最初并不是因为香料发明于尸,而是因为格拉斯皮革手套行业发展迅速,并将成品出口给其他国家。 由于皮革制造过程中需要使用到哈旦的工业肺料,具有辣文气味,所以格拉斯人开始利用熏腻草、迷迭香、熟味草等芒香植物进行除臭,除了蒸馏法,格拉斯人更是发明了芝西法去提取精油,对于整个法国的香水发扎时都有重大意义。 环境宜人的格拉斯小镇也天生就是香料的天堂,地理位置适合花草生长。 黑死病与香水其实也有一段渊源,黑死病从1348年爆发,大概持续了400年,由于当时的医生认为黑死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,所以建议穿厚重的衣服阻止空气接触皮肤,不要洗澡,让身体的污垢塞住毛孔。 虽然现在听起来很可笑,但这个错误认知,直到19世纪才解除,而由不洗澡产生的强烈体味,让人们对香水的需求越来越高。 不仅如此,人们发现在黑死病肆虐的时候,制造香水的人好像从来没有的过病。 17世纪,英国小镇伯克雷斯伯,是一个薰衣草的交易中心,黑死病其实是靠跳蚂传播的,薰衣草具有天然的蛆虫作用。 所以小镇上无意愿患上黑死病,人们因此发现了这种芳香疗法赶走流行病。 17世纪,世界江水取得了巨大成功,人们,疯狂地迷恋香水,以至于不洗澡,带来的体外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。 路易十四汇集了一批药剂师,蒸馏师,炼金术士和化学家垄断了香水行业,茉莉花和玫瑰等植物也扩充到了香水的原材料中,丰富了香水的香型。 最重要的是,各式各样的香水瓶也开始涌现,一些玩具的水晶瓶和玻璃瓶也开始投入使用。 现在看到这些,也是有点少女心爆棚的感觉。 香水小致是香水的浓度分为五个等级,一般是按照富香水的高低来划分。 富香率,通俗来说就是香水所含香精的浓度,富香率越高,也就代表香水中酒精浓度较低,香精的比例也就比较高,香水也会比较持久。 香水中添加的香精浓度的差异,就决定了香水的等级。 香精Perfume富香率,大约为18%到23%,持续时间可达7到9小时,价格昂贵,容量向,过来很少有人使用。 香水OD Perfume富香率约为12%到18%,持续时间约为3到4小时,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EDP价格越高于EDT。 蛋香水ODTolite,富香率7%到12%,持续时间2到3小时,蛋香水和香水是我们日常最常用的,但铜款香型也是香水,要比蛋香水贵一些,尤其是找到购买香水的时候,大家一定不要看错了O。 古龙水OD Perfume富香率3%到7%,持续时间1到2小时,因为不持久,现在只有少数男士香水属于此类。 清凉水OD Perfuge在各个香水等级中富香率最低,约1%到3%,虚后水和体香剂属于此类。 另一个常听但不是很清楚的小知识,就是香水的前种味调了。 由于香水本身的特性,香味会随着时间的消失,渐渐的与肌肤融合,最后变为鱼香。 当吊香势们发现了这一特点,也总结了不同香料与皮肤作用后的扩散程度,计算出了香水不同时间段扩散的香气。 将单种香气制成,可以给大家带来丰富感受的混合香氛。 通俗来讲,香水的前、中、微调变化,就是因为不同精油混合在一起,挥发速度不同而产生的,香味会随着时间的消失,一点一点的产生变化。 这就是前种微调的变化,可分成一下三个阶段。 前调,是一瓶香水最先透露的信息,也就是当接触这款香水,几分钟时最感受到的。 前调一般是由挥发性的香精油散发的,是花香或甘菊类成饭的味道,其实并不是一瓶香水的真正味道。 中调,是香水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,就是香水的核心。 当你撒上香水后,就是以中调食人的,通常是由特殊花香、木香,以及微量希腊次机香制成,可以维持处克香水。 微调,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鱼香,是由微量动物性香精和水中、糖香等方香树制制成的。 这个阶段的,香味持续时间最长久,也是香水制作的极致。 但只有微量的气味,只有好的香水才会在微调上你让人感受得到。 不同的前中微调,也组成了如此缤纷的香水类型。 最有故事的是Chanel No,五最有故事的香水,莫过于Chanel No,五了。 用香奈儿小姐自己的话来说,这就是我要的,一种减染不同于一瓣,一种有人的香水,一种气味香浓,令人难忘的香水。 调香是Romance the Bo,与香奈儿小姐,一起创造出了No.五。 他认为这款香水的气味是来自香奈儿小姐对识趣的爱,不仁亚瑟卡佩尔的追忆。 而这款永恒之水,成为了他给自己的个人礼物。 而与此同时,香奈儿小姐正在与作曲加斯特拉文斯基陷入热恋。 这段艺术家之间的感情或许,也激发了香奈儿小姐的灵感。 然而两个人的分手,更是能看出香奈儿小姐的与众不同。 当香奈儿希望和斯特拉文斯基同却赴艺术家聚会时,斯特拉文斯基说,香奈儿并不是艺术家,只是个开店的。 香奈儿决绝地离开斯特拉文斯基,再也没有回头。 事实上香奈儿五号也就是这样的味道,不是茉莉,不是玫瑰,不是丁香,它是属于女人的味道。 另一个关于五号香水的不得不提的人就是梦露女神了。 在1954年的访问中,当玛丽莲梦露被问及穿着什么衣服睡觉时,她回答穿着五弟是No,No,我光是想想就觉得迷人。 拿破仑,与她的古龙水在拿破仑在位期间,她鼓励使用香水,她和她的大臣们都使用香大库。 皇后约瑟芬,非常喜欢浓烈气味的香水,因此有色香逢子的外号。 她的浴室里每天都充斥着浓烈的色香、香草、琥珀味道,以至于70年后仍能闻到香味,就连拿破仑有时也无法忍受如此浓烈的香气。 不得不离开卧室去别的房间入睡。 而拿破仑自己,是古龙水最大的消费者,她最喜欢用古龙水洗澡,或者与糖混合进行饮用。 据说她每天要使用5公斤的古龙水,拿破仑每天都会让仆人在她身上擦拭法里那制造的古龙水。 吊香师还特意为她制造了一个小的香水瓶,可以放入她的靴中,她每月都会消耗60瓶。 据她所说,香水可以刺激她的大脑,让她保持冷静。 拿破仑与皇后的沟通信件中也写到过,亲爱的,别洗澡,我会尽快回来。 大概8天的样子,尽管每个人对这句话的解读都不同。 有人认为是拿破仑喜欢皇后身上的自然香气,也有人认为,拿破仑是怕皇后把自己洗澡用的古龙水用光。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,香水在拿破仑心中的地位高的难以想象。 贺本与纪范西经济拥有动人故事的香水最令人沉迷,纪范西的经济香水也是其中之一。 纪范西的经济香水是纪范西先生特意为奥黛利赫本量身,并做的香水,在奥黛利赫本私人使用了三年之后才投放市场。 禁济的本意也是这款香水是奥黛利赫本专属。 别人不客使用,纪范西和奥黛利赫本的友谊始于1953年,奥黛利赫本的演艺事业刚起步。 朋友推荐他来到纪范西的工作室挑选戏服,纪范西看着穿上自己设计的衣服而脱胎化骨的赫本,决定为他亲自设计戏服。 从此,奥黛利赫本与纪范西长达40年的感情开始,40年来赫本经历了三段婚姻。 但纪范西和近纪香水却从未离开他,近纪赫本与信誕香水是纪范西公司推出的第一款香水,特别专为奥黛利赫本量身定做,并邀请奥黛利赫本为其代言。 而赫本此后的每一款戏服也几乎都出自纪范西先生之手,是纪范西或多或少的成就了赫本的优雅,而赫本也无疑成为了纪范西的灵感妙思。 赫本辞世的时候,他的灵酒由三岩丈夫和纪范西先生一起抬入坟墓,而近纪香水的香气泽和赫本的优雅一起永远存在于人间,每一款香水中都藏着他自己的故事。 而当他从你的身上散发出来时,就成为了你自己的名片,你所散发的香气其实就是你哦。